一 请启动 请启动 点燃灯塔之光 台湾灯塔教育节 正式启动 灯塔营免有序 基隆 康向未来 好 我们早上鼓励 2023 台湾灯塔教育节开幕仪式 由知名主播林书伟 搭配双语主播李建光主持 今年的台湾灯塔教育节主轴 为联合国17项永续指标 因此开幕中特别安排市长谢国良 跟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 一起骑脚踏车发电 点亮教育灯塔之光 很高兴可以再回来 因为是我的母校是基隆高中 所以就是郑永诚教练 Vito教练 从以前我国小的时候就带着我 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 今天这个灯塔节就是说 我觉得要尊荣这些师长 特别是带着我们这些教练 我觉得没有他们的照亮我们 我们很难去找寻前面的路 那羽球呢在我们基隆高中 发展二十几年啊 真的要谢谢我们的教练 跟我们这些的选手 像周天成 像李扬 像七六人他们 那所以我们为了让羽球变成我们基隆 或是甚至台湾未来持续的骄傲 我们已经在努力的跟教育部在争取 在基隆市设立我们的青少年 羽球训练中心 希望让我们基隆市 或是我们台湾的羽球 能够在一个专业 国际性的一个场地里面呢 更能够发挥 我的国中毕业生很多都到双北去就读 所以我们最近 自从我上任以后 我们积极努力在推动 让跟美国顶尖的大学来合作 那这个美国顶尖大学 原本就有授课给美国顶尖的高中生 所以是有一个过去合作成功的这个范例 那未来如果开课的时候 我甚至会把我们市府四楼的会议室 来借给他们做教室来使用 因为有一些课程 是要透过视讯的上课 总之我的意思就是 透过这个灯塔教育节 我们要突出我们基隆的教育特色 而这个教育特色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把我们优秀的好的 国中毕业的孩子 要往高中生的时候呢 家长能够放心 而且很开心的 让他们能够在基隆就读 这个是最重要 我们近期要达成的一个方向跟目标 活动现场各校热烈参与 展现出各自学校的特色 也感谢市长谢国良引进国外的教育资源 所以结合刚好市府这边的资源 可以整合在 尤其在高中阶段的孩子 他们的学习会更多元 更有趣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以让在地的孩子有一个拓展 跟发展他视野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开发点 所以我们也是积极的收到讯息之后 赶快跟我们的孩子推播 我们的学校的话是多元发展 所以各位 小孩不必一定要让他早上一大早去 去工作很辛苦很可怜 那在这边好好的学 而且现在的教育不像以前传统指挥练书 现在是多元发展 像我们学校的学生 竟然从又读一读 台湾师范大学我的母校 考榜首 就是我们的学生 我们每年都有考上台科大 台北医术大学跟台湾医术大学 都会有一两个跑来我们的学校内 为什么各校有各校的特色 那尤其学校在推动天舞 已经应该将近快15年到20年了 那这段时间我们累积相当多的经验 其实也是学校在基隆市 唯一推动天舞的一个学校 因为我们想说 我们学校最有特色的是 航海跟养殖嘛 那因此呢 我请我们航海课的学生 就他的课程内容 来设计一个现场的一个小游戏 看看现场的参与的同学能不能发现 那同学你来介绍一下 你设计的小游戏 我那个上面的那一只Snooby 那他看起来像是被吊起来 那他其实上面是那种旧人的神结 秤人结海上的最基本的旧人神结 因为他是越拉越紧 他比较不容易松掉 但是我们现在科商专门在做的 那个水草造井刚 就是因为这个产业是新型的 所以我们现在学这个就是带动未来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然后跟这个有相关的类型 而且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的摆设可以吸引更多人 来我们学校 然后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家长跟学生热情的参与各项互动关卡 也对活泼多元的内容表示高度赞许 更加认识学校的多元教学 整个现场的气氛相当热闹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对 Erna 基隆报道